用肥皂洗澡吧!10年后再知道就晚了! 建议使用块状肥皂沐浴。10年后的代价真的很大!沐浴乳含防腐剂孔诱发乳癌。 每天洗澡都会用到的沐浴乳,每天和皮肤亲密接触,当心洗出病来。 沐浴乳里面有种叫做Paraben的成分,是用来防止沐浴乳变质的防腐剂。 不过医师在乳癌的切片中,也发现Paraben的成分。 是面上三成的沐浴乳,含有这种可能治癌的物质,如果长期使用,可能就会有危险。 轻轻单击,瓶子马上吐出浓浓沐浴乳,三量下马上清洁溜溜。 但看似平常的沐浴乳,竟然和乳癌有了关联。 一介在再乳癌切片中。 发现一种叫做Paraben的成分就是藏在沐浴乳中,用来抑制沐浴乳变质的防腐剂。 由于这Paraben不会造成皮肤病变,所以一般人使用都不会有症状。 一旦超过十年,就可能造成诱发乳癌,小孩子皮肤解毒力很弱,也千万不要碰触。 医师建议,如果真要用,选购时要仔细看清楚是不是含有Paraben成分。 如果可以最好使用甘油为基底的肥皂,因为成分简单不易变质。 别为了一时方便,选错了沐浴乳,否则十年后的代价真的很大。 建议使用香皂肥皂沐浴。 你喜欢使用沐浴乳洗澡吗?现在,恐怕你要开始改变了。 很多人使用沐浴乳洗澡,多半都是因为沐浴乳方便使用。 但是,方便使用却未必是健康的,因为方便之中,利润是最终考虑。 创造方便可以刺激产量,进而带入利润,对生产者而言,营收的重要性大过消费者的健康重要性。 因此,沐浴乳的发明,虽然带来了消费者的方便性与生产者的利润。 表面上是双赢的局面,实际上,使用的消费者永远是输家。 首先,我们来探讨沐浴乳的制造过程,一般的香皂,无非是使用成本低廉的动物性油脂。 如牛或羊,或者成本高昂的植物性油脂,如椰子油与甘油。 在过程中,加入化学凝固剂,或者自然凝固,然后成为一块块的香皂。 但是,沐浴乳就不同了,由于水与油天生不相融,是想不能相融的水与油。 如果要合而为一,唯一的方法,当然就是加入化学所制造的化工苏达与稳定剂。 而,化工苏达与稳定剂,却是医学界所公认的致癌物质之一。 也就是说,如果你使用一般的化学香皂。 里面所含的化学成分已经足以让你的皮肤产生过敏或者病变。 而沐浴乳则又加了更多更高的化学成分,大大缩短了你的皮肤病变的时间。 应该省下未来的医药费。 这一切,当我们年轻上有足够的免疫力时,我们不会有太大的感觉。 因此我们总是选择了方便性,但是,如果有朝一日,我们老了或者生病,免疫力下降。 这些长期累积在我们肌肤皮下层,甚至渗透进入我们体内各脏器的物质。 将会大局反扑,致使我们永远失去健康,万劫不复。 年轻不是挥霍的时代,而是储存的黄金期,现代人追求健康与养生的同时。 更应该减少化学物质对我们的腐蚀,否则,为了省钱或者方便。 却在若干年后将所省下的钱转化为医药费用,恐怕只会制造更多的不便。